隨著桃園醫院疫情不斷升溫 意外吹起了防疫保單熱 像是台灣產物保險公司 因為祭出了保費五百元 最高貨賠十萬 瞬間大量的報單 緊急宣布要停售 我們獨家採訪到了一位保險員 透露最近真的是忙半天 昨天就LINE一直出現訊息 就是朋友一直說 我要保這個情況 邊走邊講一刻都停不下來 不是在簽約 就是在簽約的路上 保險員忙翻了 因為台灣產物 防疫保單就要喊咖 桃園醫院疫情延燒 也連帶讓防疫保單大爆量 負荷超標 加上又得兼顧風險控管 因此台產決定 提前到25號下午截止收件 我覺得價格是會考揚 比一筆防疫保單像是現在最夯的台產 保費五百元 燃疫或接觸到確診者被隔離 就能貨賠十萬 而台灣人手雖然保費較高 不過入住負壓隔離病房有加成 換算下來貨賠金額也很可觀 疫情當頭之下 甚至有民眾趕緊幫全家人都保了 還有網友戲稱 許多人把保單當樂透買 就像電信499之亂再起 而台產週末雖然沒有營業 不過辦公室卻燈火通明 看來疫情如果持續升溫 保險業還會繼續忙下去 記者何仁凱 林珊婷 劉志恩 台北採訪報導